这场罕见风暴大学总统将宣布 德州要进入重大灾难状态 而希望民众能够更暖和一些 达拉市府的官员呢 也去车一个小时来到了慈济达拉斯分会 领取90条毛毯 其实这段时间本来是只要15分钟的 但是受到了大选影响 达拉斯市紧急灾难管理中心的专员 是开了一个小时的路程才抵达 而慈济这次提供的90条毛毯 主要是要提供给紧急取暖中心的民众来使用 另外达拉斯分会也因为天寒地冻 水管阀门结冰水管爆裂 不过处理之后呢 目前已经没有太大的问题